Nio聊世紀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天地上的團戰4v4 黑森林 先來看一下雙方選擇的文明 這個文明是選擇了印度斯坦 灰色 印度斯坦的特色是村民非常的便宜 而且後期的地獄王駱駝跟火槍兵 都是在團戰來說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存在 接下來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是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馬弓 還有精銳火槍兵 還有火炮術 在插陣地戰火炮塔 還有火炮的時候 在團戰來說也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接下來看一下綠色 綠色是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在團戰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存在 因為他的工程器的攻擊速度會提高25%之外 血量也是非常多 精灌賽爾特狂熱的關係 所以賽爾特人的工程器是難解又痛的一個文明 而且賽爾特人的步兵也是跑得最快的 伐木速度也是最快的 那由於伐木最快的關係 所以他在團戰來說也是很容易提早出關 趕快出兵幫忙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最大的特色是蒙古 蒙古文明是他的馬弓射速非常快速 而且大落馬跟草原騎兵還有血量加成 在於後期來說蒙古是一個非常難產的文明 因為蒙古突擊的關係 對方工程器常常沒有爬出到很好的效果 就被蒙古突擊給射光了 所以打蒙古的時候要特別注意蒙古突擊的存在 接下來看一下橘色 這個是對方 那橘色這邊是選擇了瑪雅人 瑪雅人在團戰表現中規中矩 並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最主要是因為他在團戰表現 遇到生頭戰術會很難受 因為他沒有救贖思想關係 所以瑪雅人在對抗一些特殊戰術時 會比較顯得比較沒有那麼有防守能力吧 那瑪雅人的後期主要還是打這個老鷹 100血的老鷹配上羽毛劍射手 會變成他的主力 接下來看一下紫色 紫色是寶加利亞人 寶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銀淚 這個銀淚的能力是半價城堡 但是傷害跟城堡差不多 很適合哪裡控圖跟打陣地戰使用的 那他後期的這個寶加利亞騎兵 也是在團戰很好用的一個單位 死掉了還會繼續爬起來變成步兵 繼續打非常難纏 那後期的寶加利亞也可以打這個重型投死機 之類的單位作為主力 接下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 這一隊居然有兩個南美中文明 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在團戰的表現 身中規中矩 比較常看到的是打這個老鷹豹 不然就是打這個生旅戰 配上重型投資車做一個搭配 這個打法是比較偏向高難度的打法 所以阿茲特克人要打得好 在團戰來說的話 除了生旅要玩得好 還有這個轉兵也是很重要的 那老鷹豹的部分也是要看時機去打 接下來看一下斯拉夫人 那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 工程器單位非常便宜 而且有這個貴族鐵騎的關係 所以他的近戰坦度是非常坦的 很適合去打對方的一些騎兵單位文明 但是遇到印度斯坦的話可能意義不太大 所以這一局未看先猜 可能會直接轉步兵 因為斯拉夫人這個步兵文明也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有這個王者王家四重的關係 所以步兵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打印度斯坦的駱駝應該是綽綽有餘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打法 藍色這邊是直接拉了三頭野豬 野豬狂襲 但是魷魚快要死掉了 所以讓了一些野豬跑回去沒有空好 結果最後只拉了一隻 哎呀 他這邊有點小虧 他這邊敲地板敲得有點太快了嗎 他拉一個最遠的 從這邊開始拉 如果是蒙古的話 我會建議 如果你手速沒有像他這麼快 可以直接拉個八村 到了上房或是七村 直接這裡插模仿開吃 然後這邊吃一吃 再用存品從這邊拉過來 把這個野豬全部撕乾淨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不一定要像他這樣子一次拉這麼多隻野豬 當然哪一次拉回來是最好 當然手速不夠的時候 有這個折中方案可以做選擇 目前看到橘色是已經前線要來按出棒棒了 棒棒開局 三棒棒 那馬亞人的棒棒開九 算是中歸中九 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如果是阿茲特克的話就會比較強一點 畢竟有這個均勻的生產速度再更快一點 好 阿茲直接前壓查了一個箭塔 蒙古這裡被迫要打封箭了 這裡箭塔蓋起來只能撤退 他這個圍的方式有點怪怪的 這個圍不起來喔 完蛋了 他這個圍法很奇怪 好 看到上方 這邊也是裝甲步兵在進攻中 印度斯坦直接要來前壓 殺富人 兩邊都是打一個 裝甲開局 那蒙古這邊可以考慮 趕快去挖石頭插箭塔 石頭部分要先控住 那由於蒙古這邊原本是打算要直層上去 但現在有點上不太去 有點經濟卡住了 資源讓騎手800肉可以點下地龍死蛋 但是黃金完全不夠 只能靠買賣喔 或是 應該是買賣最快了 但這邊被逼迫打封箭的關係 所以 現在又不能上去 會顯得很難受 那 這邊 瑪雅很聰明喔 直接把棒棒送到了賽爾特人家裡 然後下方這邊繼續想要插箭塔 但這邊有一根箭塔的箭好 下了一個冰宮場 但賽爾特人完全不屌 3TC開農 稍微圍一下 讓他沒辦法過來就可以了 那人見狀過不去 把裝甲部命再拉了回來 這邊幾隻刺頭直接硬抓掉村民 刷掉了一隻 剩下三隻裝甲過來想要解 但是追不到 蒙古的肉麻跑得很快 但是現在的蒙古沒有血量加重 唉唷 結果後方的保加利亞人已經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在前線 哇這個蒙古人會被秒殺啊 這個有點擋不太住了 這個要是被蓋起來 量一半 看一下上方 上方這邊是利用建築學 軍營跟磁牆 擋住了印度斯坦這邊的前壓 防守來說打得很不錯 這裡沒有投資太多的東西 就可以擋下來 不虧 那目前看到 保加利亞人 開始轉出自己的投石車 那就要來看 塞爾特人 這裡要不要來救了 那這裡要來救的話 最好的方法就是 出松嵐武士 就好去挖石頭 趕快蓋城堡 城堡可以稍微蓋一下正面的位置 但是他這邊想要隔離 哇他要來放棄藍色了 藍色這邊雖然要轉出肉馬 稍微抵抗一下 但是騎士的話是肯定打不贏的 這邊出了挖石頭 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然後蓋一下箭塔 他要這邊擋住極度困難 好 蒙古人這邊把所有的肉類都花掉了 這邊聰明被迫撒農田 下方轉出了更多的農田出來 想要來攀上去城堡時代 那瑪亞這邊則是順順的 補下一堆農田 然後後面再繼續開稿 哇這個是犧牲小我戰術 蒙古打算要犧牲自己 讓內加好好的過活 但是這邊賽爾特人好像打得有點 算是不顧隊友嗎 但是他好像也只能這樣打 結果投石車第一時間找的不是蒙古 而是上方的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這邊看到投石車往上走 直接把工程器製造所給取消掉 這邊想要來保住自己 斷尾求生 上方這裡打不進去 斯拉夫人大石牆圍得非常漂亮 完全沒有機會 上方這邊也是 房子都已經補滿了 這邊繼續進攻 蒙古這邊稍微有喘口氣的機會 但還是有裝甲步兵在反 刺頭直接被打死 裝甲步兵要過來回救一下 好 好 投石車再繼續往前 目前賽爾特人 綠色這邊石頭亮海不夠蓋城堡 現在要打贏這些單位 用工程器可能是最便捷的方式 找個一發 把村民給砸死 OK 騎士過來 趕上了 沒有生鋁 修道遠遠無補嗎 沒有 雙三個軍營 這邊決定要來硬上了 叉雲騎士被戳死 哇 要是這個投石車直接硬砸蒙古 蒙古會直接爆炸 但這裡紫色卻沒有攻擊蒙古這裡 挺微妙的 騎士稍微拉回去 用自己的生鋁去補血 這裡補下了重裝長槍兵 這裡要解救蒙古最好的方法 就是轉出更多的兵 然後直接用槍兵壓過去也可以 好 但是瑪雅這裡 不想要給他活命的機會 直接蓋下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蓋起來 蒙古可能會被都更 因為大家會羽毛劍射手出來 蒙古更解不掉 好 這邊用刺頭直接上去陰打 但裝甲布兵跟槍兵存在的關係 所以刺頭的影響力並沒有那麼大 反正是倒掉了非常多的刺頭 刺頭只剩下兩隻 但是槍兵還是繼續輸出 對方的村民還在蓋城堡 城堡被蓋起來 這邊禁塔蓋了 但是應該是來不及擋住 這一波城堡蓋起來 好 最後還是蓋起來了 這棟城堡起來之後 蒙古要怎麼應對呢 看起來是無法應對 上方這一坨槍兵直接衝出來 拆掉兩台投石車 沒有錯啦 賽爾特人轉槍兵 往前硬A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遇到瑪亞羽毛劍射手 就不好說了 羽毛劍射手是非常難產的一個單位 那瑪亞這邊是決定 單TC潛壓 直接搞掉一國 單TC跟對方直接做交換 一換一也好 保在莉亞人這邊是有出兵 加出投石車的關係 稍微去阻止對手 這邊騎士應該可以解的掉 再一刀 但是扛不太住重裝長槍兵的傷害 槍兵又要過來了 哇 這裡有洞 進去了又出來 又回去了 這邊騎士可能要被戳掉 槍兵直接上去Rush 硬戳光 那看上方圖爾西人開始有動靜了 蓋下移動城堡 按了一些火炮 還有圖爾西火槍兵 好 蒙古開始被攻擊城鎮中心 經濟上來說也可能升到城堡時代 黃金上也被空了一下 下方農鐵沒辦法繼續運作 要升到城堡應該是不可能的 但是薩爾特這邊還是有想要立碗隊友 看起來還是有點困難 這個槍兵 遇到媽媽羽毛劍射手 就不能冒然上潛了 駝車砸一下 直接換掉了保加利亞的投資車 補了一發箭矢但不夠 這邊要拿一隻村庫來秀一下 OK 松藍武士開始再出 有松藍武士的話就有機會拯救藍方了 好 松藍武士趕快繼續按 但綠色這裡還沒有點下帝王時代 因為有轉兵的關係喔 肉量不太夠升帝王 好 黃色點下了救褚思想 還有印刷技術 生女科技慢慢升上去 阿茲的生女戰在團戰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開頭有獎 待會就要來招對方的火炮跟土耳其火槍兵了 好 這邊直接印上 沒有抓掉任何台投資車 投資車能夠機會一換三嗎 哇 換掉一台 一換三有點困難 再一發 一換三成功 最後還是成功了 有點厲害啊 這個投資車 好 蒙古也是很努力的活下去 我想活下去啊 蒙古表示 但薩爾特人這邊沒有帝王時代的關係 蒙古是扛不太住羽毛劍射手 羽毛劍射手 但TC開始出是很麻煩的一個單位喔 火炮 沒有再繼續往前了 到這裡就停 因為已經看到阿茲出生旅了 不能再貌然前進了 好 灰色再裏補下帝王時代 印度斯坦可以稍微轉出帝王駱駝 好 我們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蒙古瘋狂修很努力 但基本上蒙古已經是個死人了 即使被救回來 也沒有辦法做到有足夠影響力的事情 反正是綠色 這裡要趕快升到帝王 才有機會救到自己的隊友 但我覺得他不會給 給蒙古機會 直接衝進去射一波 絕望了 這裡沒有箭塔 一發一春 被射爆 哇 城鎮中心也沒地方跑 哎呀 太慘了 只能用村民打架 感覺他蒙古不要再封建時代 出這個刺頭比較好 直接蓋市集 賣肉阿 賣石頭阿 趕快上到城堡時代就好了 結果這邊一個出肉馬 結果搞到自己吃不到城堡時代 然後結果對方城堡時代 一上去之後就完全打不太贏 完全沒有反抗能力 哇 蒙古 直接被滅國 損失一國 GG 好 塞特倫這時候中出關 帝王時代還沒有升好 他這也不算出關耶 講時代的 你這樣子打 雖然戰時第一波可能可以打個55開 後續可能會無力 好 這邊再補一下 英文時代三級訪 趕快點 沒有預判成功 還被找走 好 三級訪先補一下 但蒙古已經消失了 這把遊戲中 看一下上方 特期火槍兵 加上印度斯坦的古拉姆 呃 居然是出的是古拉姆 不是駱駝 預判錯誤了這一把 好 紅色這邊打GG 嗚呦 找了一發 但是對手並沒有想要GG的意思 再一發 哇 中了 這一發好痛 哇 又一個 又丟幾千 這就是中頭的VZ 好夢 好 開始斯拉夫果然轉出了步兵 步兵戰對他來說確實是最好的選擇 好 打騎兵的話 絕對沒機會 皇家四重才有機會 好 現在紅色認為已經滅掉一家 他們已經勝就能在握了 結果 賽爾特人可能因為看到對方打GG 反而不爽 好 就是不GG 我要一個人反推回去 一打二 現在黃色他們在面笑了 開始打XD 在嘲諷了嗎 黃色是不是在嘲諷對手 好像是耶 好 但是紅色現在是用對瓶在講話 這邊可以顏色看得到 好 火炮這邊處理一下中頭 大洛瑪去後面打 哇靠 這個火槍兵倒了一大牌 好 但是大洛瑪一上來 還有古拉姆 上前一戳 戳掉了非常多的中頭 中頭全部倒光 哇 囂張沒有落擴的酒 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直接被壓了回去 阿茲一個人 送掉了大量的關鍵單位 雖然阿茲這邊確實打生侶喔 配上攻神器的組合 但沒有出點兵一起來擋 好像有點不太好 轉點老鷹也不錯 好 羽毛劍射手 配上大量的雙手劍兵 想要擋住賽爾特人進攻 賽爾特人這邊有工程器 單位的攻速加成 攻速非常快速 這種城堡應該 撐不太久 金瑞送藍無事 三攻也要補下 好 透視車直接往前不演了 這邊直接硬追 三攻你不等 還有15秒 後面羽毛劍射手 瘋狂輸出 後方的寶寨利亞騎兵 跟少量單位 直接直擊巨頭 巨頭被拆掉了一棟 下方的羽毛劍射手 瘋狂輸出 但是傷害力並不高 因為他還沒有點下帝龍時代 還沒有化學 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射松藍無事 傷害並沒有這麼明顯 現在只有七攻 射松藍無事只有兩滴 直接被逼到了城堡下方 但還是可以利用跑速 稍微拉打 好 繼續把軍營投資機往前架 城堡也是一動一動的往前頂的上去 松藍無事瘋狂噴出來 松藍無事看起來相當關鍵 好 藍方雖然被滅掉了 但是他的隊友並沒有放棄 上方被火炮樹的火炮直接拆掉 這座城堡 劍兵龍是來到非常驚人的數量 四十九隻 這麼多隻的話 古拉姆可能會擋不太住 但沒有關係 這邊可以用火炮啊 或者是火槍兵去做解決 好 古拉姆看我找個機會 去抓後排的工程器 哎呦 火炮直接點掉了中頭兩台 火炮打工程器就是OP 哇 這個被招掉了一發 古拉姆衝了吧 這個是我就衝了 哇 他沒有寶物的機會 這個衝上去工程器全倒 一定沒問題 這個斯拉夫人太害怕家裡被衝進去 對這邊趕快繞 去追一下 衝啊衝啊 哇呦 看到撤退了 好 來看到正面這邊 薩爾特人這邊又再繼續硬擋 雙手劍兵加上送來武士 這邊繼續擋了下來 那為什麼寶宰莉亞這邊是打雙手劍兵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升級是免費的 而且他點下血液之後 進防單位有九防 薩爾特人總共是十八攻 所以打一下只有九滴血而已 所以寶加利亞人 現在打步兵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邊 劍兵我是再度前壓的過來 火槍並繼續輸出 但現在是雙寶輸出 斯拉夫人有點快 扛不太住 好 羽毛尖射手 雖量來到三十八隻 好 勝率繼續著響 哇 火槍兵一直被逼著回去 火炮會害怕 最主要是火炮一定要撤 好 趕快收到城堡裡面 城堡裡面人滿為患 火炮 迷行托斯蒂 偷偷開拆 三台架了起來 結果這邊有少量的收藍武士 直接跑到了後方 尻掉了一堆紫色的村民 哇 這裡溜收藍武士溜得非常漂亮 羽毛射手趕快回救 哇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蓋起來可能也要被打掉 完蛋 又溜了進來 薩爾特人這邊打得非常好 直接上面進攻成功 丟到了後方 兵在到處都有兵在後方 古拉木也是衝到了後面 阿茲特克直接被衝爆 沒有機動性單位 阿茲特克很麻煩 劍兵勇士也追不在套 好 收藍武士繼續往後跑 哇 薩爾特人真的是團戰大魔王啊 好強 這邊再賭一個入口 現在過不去 直接開打後方村民 家裡古拉姆化被解掉 阿茲這邊轉出了強奴 阿茲特克人的強奴是沒有母子環的 而且打古拉姆也不太強 古拉姆打強奴也會有外增傷 而且有這個串燒效果 古拉姆的串燒效果應該 沒有很多人知道 稍微講一下 OK 賽爾特人重型頭石車升上去了 保加利亞的步兵可能會擋不太住 難道這裡要三打四成功翻盤了嗎 火砲術加火槍兵的 現代化陣地很難解掉 這一坨兵只能用重頭來解比較好 但是用重頭的話又遇到 土耳其的火砲速射程又太遠 熔被壓制住 所以這邊是需要的單位是騎兵單位 但騎兵單位現在只有斯拉夫人出會比較好 所以斯拉夫人這邊不能再出這個 劍兵勇士了 要轉出貴族鐵騎 或者是更多的重裝騎士大洛馬 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配兵組成像是不利於斯拉夫人的 洛馬有在按 但是一般輕騎兵 哇這裡又一波古拉姆溜進去 爆打保加利亞人 好慘 村民樹只要去七村 紫色 要沒了 好那盲子在打後面的時候 賽特人也沒有忘記 這命也可以繼續打 哇到處都被溜 好 然後紅色這邊 紅色的隊友打出了GG 問號 但是紅色說NO 剛剛他嗆對手GG 結果現在自己要被GG了 尷尬了 這就是告訴我們說 就算你的隊友滅掉了異果的時候 自己也不能先囂張起來 對手還是有翻盤的可能性的 好 宋蘭武士只是衝上方 也不管紫色了 好現在要打的是把阿茲特克這邊打爆 阿茲特克這邊村民只要是98村 現在到處著火 但古拉姆稍微被擋得下來 因為這邊有變輕騎兵了 騎兵兵稍微可以跟古拉姆打一下 好羽毛劍射手到處支援 這邊攔截了松蘭武士的支援處 攔截得不錯 但正面的地方快要扛不下來 好 麥亞這邊轉出了一些老鷹 去攻擊工程器 製造鎖子單位 製造鎖子單位 好瑪雅轉出了 引勇士的升級 但是上方 黃色 快要擋不住 這邊紫色打出了聚聚 橘色也聚聚 全部人都聚聚 哇 宋蘭武士這場真的是VIP 打得非常漂亮 沒想到直接武士下面這一團 然後直接從後面開個路 衝過去 然後直接就是衝內家 直接把保加利亞人家裡衝爆 衝爆之後呢 也還往上衝喔 去衝黃色家裡 然後上方也是一路往前打 完全不想要理斯阿富人 他們覺得斯阿富人是個福爾烏 然後就不理他 然後直接衝阿斯特克 衝阿斯特克再繼續衝保加利亞人 哇這樣衝來衝去 衝到後面內角全部倒光 反而是外加的經濟其實沒那麼好 沒有辦法爆出這麼多的兵喔 去幫忙隊友 呃 我覺得這一場喔 打得非常精采 很難看到這種三打四喔 還可以打贏對手的一個比賽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